已经92岁的莫多克男人致死是少年 再度恋上小25岁的新欢 今年3月莫多克和安妮二人相恋的消息曝光后 属实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邓文迪的前夫 92岁的世界超级富豪莫多克 被媒体拍到与穿着比基尼的安妮在巴巴多斯的海滩度假 此时距离他结束第四段婚姻才过去几个月 3月17日莫多克向安妮求婚成功 4月又有消息传出 莫多克与他的第五任未婚妻安妮 共同决定取消今年夏末的结婚计划 没想到分手四个月后 92岁的莫多克再次传出新恋情 他被拍到与66岁的分子生物学家埃琳娜·朱科娃 一起在地中海度假 莫多克简直就是个花心小老头 说起莫多克的四位前妻 那是一点也不简单 他们为莫多克所生的子女之间 正在上演着继承者们的剧情 莫多克的财产是巨额的 莫多克在福克斯电视台 泰晤士报等顶级媒体内部都持有股份 喜爱收藏的他还有价值上亿的艺术品 此外莫多克还在不少城市有地产 莫多克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 他的父亲基斯莫多克爵士 留有四家澳大利亚报社的遗产 股份子女们均分 虽然莫多克在遗产分配中并不占优势 但他的姐姐妹妹都很佛系 所以他收购股份很顺利 这对于他掌管家族信托基金很重要 莫多克四段婚姻可以说是付出了天价分手费 莫多克的原配夫人叫做帕特 婚后育有一女普鲁登斯 她向帕特支付了一笔金额不强的分手费 这段年少相遇的婚姻维持了11年 莫多克的第二位夫人是19岁的爱沙尼亚裔记者安娜 在两人32年的婚姻里 他们有三个孩子 女儿伊丽莎白和两个儿子拉克兰詹姆斯 莫多克这段婚姻的结束造就了天价分手费的传奇 安娜放弃了分享莫多克一半的身家 选择了价值17亿美元的分手费 在莫多克与安娜离婚后的第17天 68岁的她娶了31岁的邓文迪 二人结婚时是签了协议的 莫多克的财产都是已经成年子女们的 但800个新眼子的邓文迪 依靠冷冻卵子生下了两个女儿 价值870万美元的无投票权基金是他们的半生领导 2013年11月二人离婚 北京纽约的两处房产落到了邓文迪的名下 离婚的第6年 莫多克还送了邓文迪两个女儿价值40亿美元的礼物 莫多克的第4任妻子杰利霍尔也是一位情女子 身为世界名模的她与滚石乐队的米克贾格尔 分分合合22年 分手后得到了1000万英镑的财产 疫情期间杰利霍尔担忧久寻莫多克的身体 所以希望她能减少外出社交 但她这一行为却被妻子与妻女们认为是阻止他们与父亲见面 被莫多克子女排斥的杰利霍尔 最终以不可调和的分歧为由提出离婚 大家看莫多克结婚离婚再有新欢都是看个乐子 真正觉得火烧眉毛的是她的那些子女 当年邓文迪插足莫多克与安娜的婚姻时 安娜来了一个狠招 莫多克集团旗下有一家负责管理遗产继承的公司 该公司关于信托基金决策的内容都是要通过投票进行的 莫多克在投票中原本有绝对话语权 但聪明的安娜在离婚协议里明确要求莫多克把投票权 分给她生的三个孩子与莫多克的长女普鲁登斯 四个孩子一人一票 莫多克一人四票 大争斗中邓文迪所生的女儿们是完全处于下风的 但这四个拥有投票权的孩子之间也不是一片祥和 莫多克选择的继承人是大儿子拉克兰 虽然公司中她是最高领导者 但在股权上她与另外三个孩子是一样的 莫多克的二儿子詹姆斯与哥哥是同水果 二姐伊丽莎白太多暧昧 她忠于父亲的决定 但理念又与小弟弟詹姆斯相似 一母长姐普鲁登斯更是一直在状况外 对于邓文迪的两个女儿 这些成年子女并不是十分担心 直到今年9月 这场持续多年的莫多克家族的遗产之战 在92岁的传媒大亨莫多克正式宣布卸任后 终于有了结果 莫多克将于11月正式辞去新闻集团和福克斯公司董事长一职 他的长子拉克兰将正式接手家族产业 一段长达数十年的继承人之争或将落幕